2月27日星期一是90年代经典动漫《宝可梦》的周年纪念日 且宝可梦公司就在这一天宣布将重新发行原始卡片 来纪念这个对广大宝可梦迷们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该公司表示在今年8月还将举办宝可梦手机游戏的世界锦标赛 看谁能抓到更多宝贝 而该项赛事将在日本举行 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还包括网菲Netflix宝可梦电影预告片的首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